百格新闻为你继续跟进台湾气暴新闻 台湾高雄前镇区昨天晚上地下输气管泄气 引起数次爆炸 蒙烈的火焰更冲上15层楼高 截至今年早上9点已经获知24人死亡 270亿人受伤 死伤人数可能还会再增加 继续昨天晚上8点40分 高雄前镇区青葵捷运工地附近路口传出严重瓦斯味 随后周边水沟盖喷出大量的白烟 消防局派员到场喷水 不料在晚上10点左右水沟盖瞬间喷出火蛇 长约100公尺的路面被炸翻 附近建筑物明显感到摇动 有多两个汽车翻幅 整个现场好像是被炸弹爆破 在爆炸发生后 高雄市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 前镇区临雅区为重灾区 并且宣布今天8月1号 受影响居民停止上班上课 全力救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